大家好 今天想和大家分享一個家常小菜 金針雲耳蒸雞 大家馬上看看什麼材料和做法 家常小菜有益又健康 還好好送飯 做法也很簡單 當然買新鮮雞回來一定是最好吃 但有時你家只有兩個人 就未必那麼容易吃一隻雞 我今天預備了兩件雪藏去骨的雞腿示範給大家看 雪藏過後 放薑汁去披一披 雪味會比較好吃 雞件買回來 或者新鮮雞買回來 洗完去 最好乾乾水 不要水滷滷地拿去醃 雞肉含有豐富的蛋白質 糖類 維生素A B群 鈣 鈣 鐵 銅 等等營養素 雞肉含有很優質的蛋白質 脂肪含量又少 人們常說吃雞可以保身 特別適合體虛 病後 產後 老人家 用來攝取優質的蛋白質的來源 一隻雞裡 雞胸肉的維生素B雜 含量是最高的 吃雞胸就容易恢復疲勞 保護皮膚 而雞腿的肉含有豐富的鐵質 可以改善缺鐵性的貧血 而雞翼位含有豐富的膠原蛋白 可以強化血管 雞肉有雞肉的好 雞皮是很高脂肪的 追求健康的你 心血管有疾病的朋友 千萬不要吃雞皮 如果你跟我調味料的份量 我這個味道是中間的 又不是太淡又不是太濃的 因為太濃味也不是太健康 但如果你想惹味一點 就可以加多一點調味 始終我有小朋友都不想他們吃得太濃味的食物 今天除了雞肉之外 還有金針雲耳雪耳想跟大家介紹一下 雪耳除了用來煲湯煲糖水之外 用來蒸雞其實真的很好吃 雪耳由平民燕窩之稱 含有豐富的蛋白質和氨基酸 而且還含有豐富的膠質 黏多糖 以上的物質都可以幫助身體產生骨膠原 雪耳還有幫助舒緩便秘 高血壓 血管硬化 特別適合陰虛體質經常食用 但食量就不要食太多 如果你食超過太多就會輻射 所以每樣東西有多好 都要適量地盡食 不要過量就可以了 雪耳有滑腸的功效 因為它可以舒緩便秘 所以孕苦就不要食太多了 說完雪耳我們就說一下雲耳 雲耳有豐富的膠質 對人體的消化系統都很有幫助 可以清腸 潤肺和減少血液的型快 降低血管閉塞的作用 雲耳和雪耳都可以防便秘 亦都可以預防血管硬化 改善頻血 預防骨質疏鬆 說完雪耳和雲耳就到我們的金針花了 金針花有乾或新鮮 但如果鮮金針有毒素 必須經過飛水 再用冷水去浸才可以食 所以建議大家用乾的金針花比較好 金針花含有豐富的鱗 鈣 鐵 維生素A B1 B2 還有大量糖類 蛋白質和纖維質 只有少少脂肪 所以是一個很有營養的蔬菜類 金針花含有豐富的鐵質 可以有幫助補血和安神的功效 特別適合噴血或神經衰弱的朋友吃就最好 看畫面 金針花浸軟之後渣乾水 切硬的地方 切根部 每一條打個裂就更加脆口更加好吃 金針花還可以清肺熱 還可以輸乾 做血補血 強化內臟功能的功效 中醫學來說 小童吃適量的金針花 可以預防醋熱引發流鼻血現象 看畫面 雲耳的硬的部位都切了 今次用貓耳朵 小朵朵 比較容易處理 沒有那麼多硬的位置 雪耳浸淋了 要切底部 扔掉不要 然後切細塊 撕開小粒粒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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放進口 雪耳底部熬湯也是 還是要切皮 不然湯會比較酸 不美味 將整 120號材料預備好 淦乾水 然後應用蘸 obsc製它的雞 攪拌 symptoms 其它放 incorporation 雪耳 雲耳或金針 會吸收雞的醃料味 走吧 攪拌 yeter tamam 碎蛋 製ran正 Season attracting 吸收剛才醃雞的醃料味 醃完後分開 盡量把雞放在面上 蒸的時候雞的雞味 放進雲耳、雪耳、金針 就特別好吃了 蒸之前不想有蒸氣 倒汗水倒進碟雞 影響味道淡了 用保鮮紙或大碟 蓋住 大火蒸15分鐘 關火焗多5分鐘就完成了 希望你們喜歡我今天的分享 金針雲耳正雞 如果你們喜歡我的食譜 歡迎跟朋友分享 或者訂閱我的免費頻道 因為我很快有另一個食譜 跟大家再分享 下次見 Thank you Bye Bye 為何 請觀眾朋友 在裡面 會針對